中国航空发动机取得重大突破 G-20性能将获再上一个台阶 但正是差距才能取得进步 中国离世界最强航发还差多远 世界最强航发是如何造出来的 2017年中国自主设计研究的第五代隐形制空战斗机 G-20正式进入空军血裂 G-20的问世极大的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实力 也成为了负担中国空军未来对空对海主权维护的中间力量 中国人民也对G-20显示出毫不吝啬的赞赏 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款国产的第五代战斗机 同时具备高隐身性 高态势感知和高机动性等优秀性能 直接跻身至世界先进水平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国产的G-20连航空发动机都是国产的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航空发动机上取得的重要成果 中国航空发动机也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 就在前两天 中国航天发动机再次爆出好消息 据悉 是G-20隐身战斗机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发动机机能测试 虽然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相关消息 但也引起了网络上的一众讨论 目前网络上的主流观点认为 G-20此次的发动机测验 很有可能为装载新一代涡扇15高性能发动机做准备 并且这款新型发动机还是为G-20量身定做的 完全符合G-20的整体性能 虽然官方并未对网上的讨论进行任何的回应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航空发展迎来了大动作 国产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又取得了新的图获 这不仅仅是中国居民们对G-20的殷切期盼 也是对中国航空发展抱有信心 中国航空发展从不让人失望 目前各路媒体对于G-20的赞美之言已经不光是异于言表了 确实中国第五代战斗机G-20的性能非常优异 其科幻的外形下在态势感知 信息对抗 协同作战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G-20飞行员在驾驶后都用静弱厨子 动弱脱兔来形容其的稳定性和操纵性 并且G-20作为中国第五代重型战斗机 在设计上融合了全球多种优秀战机的精彩设计与一体 可以说是取百家之所长用于一身 这其中就有美国F-22战斗机的菱形机头 和整体式的黄金镀膜舱盖 美国F-35近期盗和EODAS系统 俄罗斯T-50的全动垂尾和三维推力矢量 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技术 都成得上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 而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国产G-20不仅仅是采用了这些技术 而是在此技术的基础上 全部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后发优势让中国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G-20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呢 这么说吧 之前中国的战斗机都是与其他国家战斗机作比较 而G-20是直接与美国的F-35做比较 其地位就可见一般了 可以说G-20在全世界第五代战斗机中 已经稳坐了前三的位置 甚至是前二 并且基本满足了中国突破第二岛链的设计初衷 甚至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性能优势 在对G-20的赞美之后 我们还得知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 也是中国国产第五代战斗机 G-20最后的一块短板航空发动机 相信大家看过很多G-20与其他五代战斗机 在隐形性能 机动性能 火力性能等各方面性能的详细比较 但航空发动机一直是各路媒体有些闭口不谈的问题 我们当然要对G-20的优秀性能感到无比自豪 但同时正是差距才能更好的进步 国产航空发动机与目前世界最强发动机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发动机这道关卡也是G-20面对的最后最难的关卡 目前世界上航空发动机领域的头部是美国和俄罗斯 而美国在这里领域甚至一级绝尘 颇有些独孤求败的味道 这里就要提到有着世界最强航发之称的F-135发动机 F-135发动机是一个大杂烩成就出来的发动机 F-35战斗机的出生源于一个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 按照美国历来的传统往往是多种航空发动机 在同一个核心机的基础上衍生而来 由此这一个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就最大程度的秉承了F-22的标配技术 其F-135发动机也是基于F-22战斗机的F-119发动机中的核心机和主要结构研制而来 牵头研制此款发动机的也是称霸了美国航空发动机数十年的超级巨头企业 曾经为F-22沿着了F-119发动机的普拉特·惠特尼公司 在后续的研发中甚至借鉴了苏联研发的R-79发动机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生力系统 这也是为什么说F-135是大杂烩而来的了 F-135发动机涡轮扇发动机的加力推力超过18吨 推重比超过10 为了提高推力力 在研发的过程中还增加了发动机的空气流量和寒道比 提高了发动机的工作温度 并且为了获得短距起飞和垂直着陆能力 垂直起降型增加了新颖的生力风扇 三轴乘旋转喷管 滚转控制喷管 其三级风扇采用超中等展旋比 潜掠叶片 线性摩擦焊的整体液盘和湿血技术 在保持原风扇的高级压比 高效率和轻质量的同时 将风扇的截面面积增加了10%至20% 就是这样一台如此先进强大的发动机 极大的推动了F-35战斗机的产量 目前 这种美国隐身战斗机的产量几乎接近700架 而累计飞行时间也超过了40万小时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受欢迎的战斗机 更直观点说 目前中国国产第五代战斗机 歼20配备的涡扇10B发动机 即使开启加厉 最大推力也只有14吨左右 与F-135发动机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从综合技术水平上来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F-135航空发动机已经做到了独孤求败 当今世界上唯一能与之较为接近的 只有俄罗斯的AR-41发动机 但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这款发动机的最大推力 虽然能够达到18吨 但是这18吨的推力是建立在不考虑发动机零件寿命上的 只有这样才能够触摸到18吨推力的边 而造成的后果就是 其运行寿命只有4000小时 而F-135运行寿命可以达到8000甚至1万小时 几乎是俄罗斯发动机的两倍 一对比高下地盼 那么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想要缩小于美国的差距 甚至追赶上美国有多难呢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 是一种高度复杂和精密的热力机械 航空发动机的难不只是制造业的难 而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体系的综合设立的难 上下游企业产品直接的密切配合 冶金工艺 高分子材料学 机床加工 空气动力学 涉及到的高端科学领域种类复杂并且极为重要 举个水桶效应的例子 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 取决于那块最短的板子 想要增加装水的量 只要提升那块最短板子的长度就行 但对于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这种工业顶尖产品 木桶效应完全没用 因为这对每块木板都有着极高的要求 任何一块木板都需要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中国在经历了将近50多年的航空发动机的发展 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发动机研制生产体系 同时也具备了涡扇 涡喷 涡轴和涡桨等 各类发动机的系列研制生产能力 可以说 中国的航空发动机领域 已经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注意这里提到的迈进还没有进入 但根据近短时间 涡扇15发动机的各种消息放出来看 涡扇15或将为我们解答中国航发 还有多久追赶上美国的问题 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相当自信的 将涡扇15与F-135进行比较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